桃園在地7也有感予进来 新冠疫情紧张 消防救护请勿更加反重 每次执勤完都要花时间 整车用漂白水消毒 业者特别捐赠超次氯栓酸水 无化气给桃園市消防局 以及10箱的超次氯栓酸水 希望借此保障防疫潜显安全 我们发觉消防员很辛苦 因为刚好那时候上演的是火神的眼泪 那么这部电视剧非常的红 消防员非常辛苦 跟俊刚处理沟通之后发觉 现在原来出完勤务之后 民众会因为一点点小吃 就打电话给119 说我怀疑我确诊 请送我到医院 回来之后都要花很多时间 在做环境清销 特别是救护车流这一块 为什么快速有效 而且又能够无死角的清除这方式 于是我们就用了这一部 不起眼的参应波灭菌器 希望能够帮打火兄弟们 能够做到快速有效 无死角的灭菌 随着疫情爆发 许多民众有疑似感冒症状 消防就会打119 消防救护出行次数暴增 车辆消毒作业更是重要 消防局表示 次力栓水雾化机 可以大幅减少消毒时间 很感谢业者的捐赠 每一辆回来做消毒工作 必须要多花费 我们15到20分钟的时间 很感谢热心的厂商 捐助我们这一台 次力栓水雾化器 它不断能够将次力栓水雾化 深入到我们一些没有办法擦拭的角落 而且它可以大大缩短我们消毒的时间 为了防疫 许多人都会购置次氯栓消毒 但市面上贩售的浓度不一 到底要买多少浓度才能有效消毒呢 业者透过立法委员赵正宇签线 捐赠超次氯栓水雾化器 除了回馈社会为防疫尽一份心力 也希望能帮助第一线防疫人员更全面的消毒 提升安全防护 记者赖尾一头有报道